大家好欢迎收看本期视频我是阿三 众所周知最近呢我们国评呢正在成都备战四拼赛 为了即将到来的四拼赛呢作为做好最后的一个充斥 从目前来看呢在四拼赛即将到来之前呢 很多球迷也都非常的关注这一次整体的名单安排 因为像日本这些竞敌呢已经公布了四拼赛的名单 但是中国队呢始终是迟迟都没有公布 而就在最近呢我们拼鞋这边呢 是宣布了这一次的四拼赛的选拔办法 根据这一次的选拔办法呢 我们已经定下了八个球员 那么还剩下两个名单后续啊 是需要这些球员在内部进行一个竞争呢 才能够最终获得这个最终两个第五名的一个名额 所以对于这些选手来说啊 确确实实呢也是一个重大的机会 那么从目前进行的一系列比赛来看 我们也可以了解到呢整个去竞争 最后这两个名额的一个球员名单呢 也不断的发生反转和变化 接下来和大家来具体分析一下 这样的一个情况发展 在视频开始前辛苦大家查案底下的关注和点赞按钮 让更多关注国平的球迷看到这条视频 谢谢大家 从目前来看我们可以了解到在南拼方面 也就是南团方面呢 除了樊振东马龙王楚清 以及梁静坤这四个球员之外呢 还有一个球员呢带定 那么在女团方面的话就是世界的前四名 孙以沙 陈梦 王曼玉 及王毅迪 那么除此之外第五名的一个球员呢也是带定 所以其实对于这些球员来说啊 接下来的话想要获得这个第五名 最后一个名额呢 就必须首先是世界排名前50 另外呢必须在接下来的一个啊 这个系列的国际大赛当中拿到冠军呢 才有可能入选这一次的最终名额 所以对于这些球员来说啊想要去竞争这一次的名单呢不是那么简单的 那么首先我们来看一下在女团方面的话 那么目前来看呢包括陈信同以及前天一呢 他们都能够去有机会呢竞争最后一个名额 那么考虑到此前呢陈信同这边的整体表现更加强势呢 在此前大家普遍认为陈信同接下来有可能呢能够去获得这一次的最后一个名额 而且根据网上网上此前啊曝光的一份名单来看呢陈信同呢也确实位列其中 虽然这份名单没有经过最终拼鞋的证实 但也恰恰能够体现了出来一些球迷的一些想法 认为呢他可能这一次成为最后一个名额名单的球员呢希望比较大 但就在最近呢随着近期的一场比赛落下帷幕 我们中国的一个年轻选手得的冠军之后呢 也可以说在让整个女团的这一次的一个最后一个名额呢 整体的名单情况发生了一个大反转 这个获得冠军的球员就是钱天一的 在最近举行的一个捷克挑战赛当中呢他也是强势打败了韩国队的选手 帮助我们国平呢保住了唯一一块金牌啊 他也得一个强势表现了也获得了很多球迷的一个认可 按照我们目前拼鞋选拔的一个办法呢接下来的话 陈信同和钱天一呢将会去参加阿曼常规挑战赛 在这一次的挑战赛如果最后谁能够拿到冠军 将直接能够拿到直通的门票啊 如果他们两个人都不能够拿到冠军后续呢 就必须回到国内去参加对内的选拔赛 那么从目前来看呢 既然钱天一在刚刚落下的文物的比赛当中拿到了冠军 而且表现非常的强势呢 也让他接下来啊 在后续阿曼挑战赛当中拿到冠军的一个激励 可以说是上升也是有更大希望的能够打败陈信同的拿到这个名额 所以在此前如果说大家还认为陈信同的机会比较大 那么在这样的一个比赛结果出来之后呢 钱天一啊无一也是状态更加勇猛 也让外界对他呢有了更多的一些期盼 所以接下来在女团方面的话 钱天一呢也完全有希望能够拿到这个名额 那么在男团方面呢其实也一样啊 最后一个名额的话 接下来呢也必须通过对内的一个选拔赛来产生 所以在此前大家所预料以及预测的一些东西呢到现在都还没有定 一切呢在后续都有可能发生一些反转的情况 所以后续大家呢也不妨好好期待一下 那么目前来看的话对于球迷而言呢 接下来也不妨呢期待一下这一次的选拔结果 好了本期视频就聊到这里 我们下期继续开心聊球拜拜